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 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天天 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 有一位81岁的老伯伯 在三年前他的妻子出车祸变成了植物人 老伯伯很爱他的妻子 每一天都不离不弃地守在床边细心地照顾 今年他们一起过结婚纪念日 虽然妻子还是植物人的状态 躺在病床上面动也不动 但是呢老伯伯为妻子披上白纱 亲吻他的妻子告诉他妻子说 我要永远照顾你守护你一辈子 我就想到俗话说 少年夫妻老来伴 配偶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伴侣 有没有想过有一天 当你和你的另外一伴白头偕老 那种情景是多么的美好 多么的浪漫呢 这样的爱情是真正的爱情 我们今天空中留言板就要来分享这个 老伴 你是怎么看待老来伴呢 我们来听听Apple的分享 当没走几步就需要停下来 脚步渐渐地变慢 当发现声音渐渐地离自己好远好远 当有时候只想坐在电视前面好久好久 不想动 当儿女都不在身边 老伴好重要 只要他身体好 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当心中想着的不再是自己 而是对方 当无私地将所有好的都让给对方 这种爱令人心疼 年轻时候不懂得好好珍惜 老的时候真体会到老伴的重要 老来作伴 因为人都会老 因为人都会有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 但如果在那个时候 可以和老伴在床上聊天 赖床 晚上用谈不完的话 进入梦乡 将自己完全交给对方 这样年老的生活 为什么会担心 为什么要担心 说说笑笑 打情骂俏 开心的过每一天 聊聊孩子以前 笑谈从前的糗事 婚姻生活 没这么简单 不是一张纸的差别 而是太多的包容磨合 相互了解体谅 在结婚当天所立下的誓言 即使到老 也不分离 即使另一半无理取闹 也失去了幽默俊俏的脸庞 都可以一直走到最后 但我也知道人生不完美 我也知道人的爱十分有限 我想要牵着你的手 和你一起祷告 让上帝安慰你的担心 让上帝给你平安喜乐 让你知道 现在不管怎么样 以后还有一个可以永远在一起的地方 上帝拜托了 我想到之前看杂志的时候啊 谈到了退休之后呢 有退休四保 你有听过吗 退休四保 哪四保 就是老生 老本 老伴 跟老友 这四个呢 这四个呢 是退休四保 老生就是指 就算是老了 但是身体健康啊 那老本呢 是什么 一般人的想法就是 足够的养老金啦 退休金啦 等等啊 如果你有些积蓄 你就可以去规划 去运用 去理财 正缘老伴呢 跟老友呢 这是精神支柱啊 是非常重要的倚靠 尤其是老伴 所以俗话说 少年夫妻老来伴 配偶是我们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伴侣 那么老友呢 则是越久越见真情 有人说老友 就好像 这个一口纯酒 好久成奥迪啊 越久呢 越见真情啊 退休四样宝 老生 老本 老伴 跟老友 是人生当中 非常重要的资产呢 也是我们呢 需要 好好的去经营的 但是好可惜哦 有一些人呢 婚姻是 当他们走到老的时候 才发现 哎 老伴不见了 因为在年轻的时候 大家都花了 很多的时间 打拼事业啦 发展家庭以外的事情啦 等到他们老了 想要回归家庭 却发现 跟自己的老伴呢 变得一点都不熟了 变成了 最熟悉的陌生人 上帝这样告诉我们 耶和华神 就用那人身上 所取的肋骨 造成一个女人 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 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上帝告诉我们 他创造了男人跟女人 是要两个人呢 成为一体呢 来共组美满幸福的家庭 现在有很多人呢 是从婚姻出走的 也许他人还在婚姻的里面 可是他的心呢 已经不在了 上帝告诉我们 婚姻就是要二人 男人跟女人呢 成为一体 这个成为一体呢 不只是身体上的结合 更是心灵上的结合 夫妻他们不再 单顾自己的事 而是要顾及对方的事 深远 我们在和另外一半 相处的时候 我们都要想一想 我有没有跟我的另外一半 二人成为一体呢 还是我时常做的决定 没有顾虑到他的感受呢 希望今天我们谈的这个 老伴 老伴的话题 也帮助我们想一想 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老伴呢 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 带给人幸福的人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祝福你平安 喜乐 我们下次逢柔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宝宝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快乐还是忧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着她的双手 为爱付出了代价 她收起她的梦想 愿随你一起飞翔 你要更爱她 你要更爱她 像教官员中的花 她本是父母收心的宝贝 却要听你喊声直到天亮 你要更爱她 你要更爱她 像守护珍珠一样 她没那么爱 摆出茶壶模样 只许你疼惜的目光 你要更爱她 你要更爱她 只许你一遍 竟然想着她 如许你